我不记得你又得罪我 这口气 怎么听怎么冷 他好歹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 这点的眼力劲还是有的 马上反应过来 不顾脸面地对着持恩恩深深的鞠躬 裴笑道 这位小姐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刚刚得罪了小姐 对不起 小姐喜欢这枚戒指吗 我家里有一枚必喜的尾戒 小姐要是喜欢 等回了灵室 我马上让人给你送过去 他话音刚落 旁边的小情人马上尖叫 老公 你干嘛给他赔礼道歉 那没戒指你不是要答应给我的吗 闭嘴 肥胖的男人拼命地擦汗 甩开他 滚一边去 转眼又换上了一张脸 裴笑道望着持恩恩 尴尬地说 小姐不要理他 您要是如果喜欢的话 回到灵室后 不 不对 如果小姐有兴趣 我马上让人把戒指给空运过来 老公 老公 我不同意 那是我的戒指 你说过 要把戒指给我的 凭什么给他 小情人怒不可遏地嚷嚷道 丽北绝黑眸一闪而过的煞气 刮过男人的脸 波唇上下一碰 哼 我的女人没有用二手的习惯 那没戒指 你自己留着吧 说完 拉着持恩恩就走了 黄耀祖背后 惊出了一声的冷汗 下意识地追了上去 丽少 您听我解释 他的小情人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嘴上嘟囔地低声地骂着 装什么鼻呀 真把那个女人当宝贝呀 我还不信他从没用过二手的东西 话音刚落 就听那个肥胖的男人一声抱贺 闭嘴 小情人仗着他的宠爱 从来都是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这还是第一次 被他这么凶地怒吼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当即赌气地赌起嘴 顶嘴道 本来就是 我又没有说错 真要那么有钱 干嘛来买路边摊 你 他气得浑身颤抖 吃恩恩有没有钱 他不知道 但那位是真的全市通天 富可敌国 一想到 他就这么把人给得罪了 他又气又急 红着眼睛 一巴掌甩在了小情人的脸上 没脑子的玩意儿 你把老子害惨了 滚 小情人被打得一愣 用手捂着脸 水汪汪的大眼睛 立刻红了 出出可怜地看向了他 老公 你打我 谁是你老公 我现在和你 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完 他甩手就走 小情人这下子慌了 哭着喊着追了上去 吃恩恩 吃恩恩没有看到这一场闹剧 他被立北爵拽着 一路急步地往前走 冷峻的男人长得很高 腿又长 他走一步 他要追两步才能跟上 偏偏他还走得特别快 吃恩恩跟着跟着 吃力了起来 立北爵 你慢点 他追得是气喘吁吁 亮强地跟在后面喊 然而 急步快走的男人 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铁青着脸色 黑毛看都不看他一眼 你慢点 吃恩恩背上薄汉都走出来了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挣扎地想要甩开男人的手 我不行了 这一次 急步的男人豁然停了下来 沉着脸 脸色难看得可怕 跋扈地阴谋盯着他 愣冰冰地说 不行了 我还以为 你当自己是内裤外穿的超人 什么都行 他不会说W国语 还敢让霍益走开 去帮他买饮料 独身一人在国外 还敢跟别人起争执 他以为 他把自个儿当成了女超人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能行呢 你不是那么行吗 这阴阳怪气的口吻 吃恩恩听得特别刺耳 他貌似没有做什么惹到他吧 他在生哪门子的气啊 摸不准他在发哪门子的火 吃恩恩索性不理他 双手撑在了膝盖上 喘息休息 丽北爵狠狠狠瞪他 瞪他 瞪了半天 发现吃恩恩根本就没有理他的意思 心头的那把火烧得更旺了 他俯身捏住了吃恩恩的下巴 强行让吃恩恩看他 莫通的烈焰强大到仿佛要吞没了一样 说话 吃恩恩痛得皱起眉头 但他倔强地没有吭声 明眸清透地看向了发脾气的男人 平静地问 你想让我说什么 说 话到了嘴边 丽北爵狠才气闷地发现 他也不知道想要他说什么 让他保证 以后不再一个人面对危险 不行 他有这么在乎他吗 吃恩恩等了半天 没有下闻 郁闷地叹了一口气 眼角忽然瞄到了一个卖当地小吃的摊位 突然灵光一闪提议道 丽北爵 你肚子饿没 我请你吃菠萝饭吧 还在跟自己生闷气的男人皱起眉头 当看见他指的小摊位时 皱起的眉头快能夹死苍蝇了 他不敢相信地眯起了阴谋 你就请我吃这个 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是出来旅游 当然要品尝一下当地最特色的小吃 才算来过呀 来嘛 一定很好吃 看他一脸震惊的样子 直恩恩来了兴趣 笑眯眯地拉着他往摊位前走 大概是因为他笑了的缘故 丽北爵虽然臭着脸 但还是配合地迈开了大长腿 经典的爆发 缸来说 好的